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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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 凭借歌曲《一生和求》获得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竞歌金曲奖 1993年10月25日 因逐渐性脑衰竭而取世 中年35岁 如果不是这个相信他 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歌曲 这位前辈的喵就不太了解 可能是因为英年早逝 但他的一生和求还是听过的 天度英才的罗文 1945年2月12日 出生于广西百色 中国香港歌手 音乐人 演员 1978年凭借歌曲《小李飞刀》 获得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中年35岁 如果不是这个相信他 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歌曲 这位前辈的喵就不太了解 可能是因为英年早逝 但他的一生和求还是听过的 天度英才的罗文 1945年2月12日 出生于广西百色 中国香港歌手 音乐人 演员 1978年凭借歌曲《小李飞刀》 获得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2002年10月18日 因患肝癌于香港 玛丽医院病逝 2003年获得十大竞歌金曲 《竞歌金曲》 二十周年荣誉大奖 最后一位压轴介绍 哥哥 哥哥的歌是本喵 最喜欢听的歌张国荣 1956年9月12日 出生于香港 中国香港男歌手 演员 音乐人 1977年正式出道 1983年 以风继续吹成名 1984年到1987年 评歌曲《猫妮卡》 先后获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竞歌金曲和竞歌金曲金奖 1987年 评专辑爱慕 成为首位打入韩国音乐市场的乐语歌手 是华语唱片在韩国销量纪录保持者 1989年 获十大竞歌金曲最受欢迎南歌星奖 1993年 主演的电影《霸王别绩》 先后获第46届嘎闹国际电影节金棕驴大奖 国际影情人联盟大奖费比锡奖 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 1999年 获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金真奖 2000年 获CCTVMTV音乐圣典亚洲最接触艺人奖 同年 指导公益电影烟飞烟灭 2003年4月1日 因抑郁症病情失控 自杀身亡 2005年 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 2010年 入选美国CNN评出的过去50年里全球最知名的20位歌手或者乐团 同年 被美国CNN评为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之一 多得不加类数了 每年的愚人截 好好回忆一遍咯咯的往事 本要用一句话评论 感谢观看